這次的設定跟動作的需求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有他們不一樣的特色 池東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殺手 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最有效率 他的殺人是有點無聲無息 就是來無影出眾那種感覺 這次難的地方就是因為這個角色是一個左撇子 只是對於伯傑來說 從他習慣的右手換到左手的時候 這個是需要蠻長的一個時間去調整的 然後也是非常高難的 這樣而已 謝謝導演 嗯 很好玩 一個新的挑戰 其實真的蠻佩服他的 他練了很久 然後我覺得他後面打出來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他需要的是制服對手 一些琴拿 還有roll down 基本的拿槍的訓練 這次算是第一次挑戰比較多動作 武打相關的演出 他的力氣值非常非常大 過到小看他那小小的一個女生 我想說這個人在幹嘛 嘿嘿 訓練上特別加強過肩摔的這個部分 可能他們想像小小的女生可以去摔一個大高個 很好看吧 好像我有聽說他以前是跑田徑的 所以他跑超快的 他拉丁丁走了 蘇波風格跟一般的警察不一樣 他的行為也不是很那個在受病的 他破壞力比較強大 然後比較魯莽一點 因為其實腹部他很高 那他手很長 他腳很長 所以我就故意讓他的動作都會很大 我想像這個角色就是要比較有爆發力 那他本身是比較relaxed 然後很輕鬆很放鬆你的人 哎呀好累喔 哎呀 你可不可以就是給我多一點 我通常現場會更好 Action 我可能一開始就是擔心太多了 後面就是打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很有說服力 這次比較難得的回憶是因為Gini不在台灣 這也算是我第一次用這種視訊的方式拍動作戲 我很感謝他們有這個態度 因為有這個態度我們才可以把最真實的這個畫面拍得出來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